抱着两岁大的儿子来自巴布雅克岛的伊卡 曾经很犹豫要不要带着他来到雅加达开刀 一到陌生的地方就有熟悉的身影在旁协助 住在金卡莲的大爱村八个月了 儿子动完职场手术后 已经能够正常排便 对未来充满希望 尼拉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希望 女儿一出生脚就骨折 尽管现在还是跪着走路 相信很快就能站起来 她们都来自贫困的家庭 远地来求医 印尼人议会每星期都来探望 不间断的爱延续关怀 要让她们都能够安心放心完成治疗 达安新闻贾米娅美丽 印尼报道 人生 要otic 对 在哪里